注意看 此时正是死神方便的巅峰时期 连胜战绩一场接着一场 但是也不知道哪来的小黑粉传闻说 方便因为年龄太大 再加上打法不受欢迎 所以要退役了 此话传到了方便的耳中 表示十分无奈 对于这些流言蜚语方便更是一笑而过 就因为方便有一阵子没有打比赛 一直在筹备其他事情 就有人传闻说方便害怕自己的不败战绩被打破 所以要提前退役了 其实并不是这样 方便在忙完手中工作之后 也是重回职业擂台 果断接受了德国顶级打手瓦德马维博的点名挑战 此时的方便正需要一场比赛来打破这些流言蜚语 不过此人实力并不简单 在来中国打比赛之前就已经打穿了德国拳坛 职业战绩70战60胜 更是有一半的比赛都是以KO的方式结束的 瓦德马为了能够等待这场和死神方便的比赛 甚至不惜推掉了家门口的比赛 因为在方便的战绩早已经传到了大洋彼岸 很多老外都在等待机会来挑战死神方便 方便是一位很强的选手 不过他更相信自己的实力 尽量会在一个回合内让方便感受到德国战车的威力 既然话已至此 相信方便这场比赛一定是非常的精彩刺激 那么比赛开始前 还希望屏幕前的各位兄弟能动动发财的小手点赞支持 小编在这里祝大家裁员滚滚好运不断 那么比赛现在正式开始 在这场比赛之前 方便已经足足有近一年的时间没有打比赛了 一直在忙于自己的武馆训练自己的学生 所以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些生疏 不过这一年的时间方便可是没有丝毫怠慢 没日没夜的也是在武馆进行训练 不过方便的对手瓦德玛这一年 可是一直都在打比赛 所以在擂台上的战术动作丝滑无比 目前是International Kickboxing Federation的世界冠军 其实占60胜的战绩非常的显赫 下臂腿 对方一个摇臂的后手拳 方便一如既往的用自己这个比较难以捉摸的方式 三打式的自由搏击紧摸 瓦德玛维伯还有一个非常霸气的绰号 德国战车足以证明他在德国拳坛的地位 而且能从两人的对轰当中发现 方便的速度貌似也在对手之下 此时瓦德玛还顶着世界排名第五的头衔 对于方便的比赛早就在半年前开始做针对性训练 还不惜花重金请来那些和方便打过比赛的选手传授经验 看来这场比赛对于瓦德玛来说是真的下了血本 但是在方便的主场 怎么可能让你一直牵着鼻子走 方便只需短暂时间适应比赛节奏 就可以轻松地把局势给控制回来 这样的一个接队摔以后 对方可能不太敢用太多大动作的推法了 李嫂接队坚持摔 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接队摔是被允许的 方便也逐渐看清楚了对手的战术 果断选择加快脚下步伐 利用自己的快节奏不停地迷惑对手 完美地控制了和对手之间的距离 并且时不时找到机会出腿去压制瓦德玛 这一现象对于方便来说可是个好消息 说明他已经渐入佳境 开始找到一年前的比赛节奏 一位的小鞭腿 旁边还是更擅长打中距离和中远距离 现在比赛来到第二回合 瓦德玛上回合受到压制也是心中不爽 所以这回合开局直接进入方便那围开始砸拳 不过比赛已经叫停的同时 他还在用拳头砸方便的后脑 摄像机下看得清清楚楚 不过裁判可能视线不佳 所以并没有给出警告 总体来看这次方便是有点吃亏的 因为机打后脑是会被压点警告的 不过凭着方便的实力也没有必要纠结这些 只需要把持好自己的节奏继续打比赛就行 一个 转身的后脑 中段的扫踢 放下摆拳的有效率就不会太高 这个时候直拳和上钩 鞋上钩会得到出其不一的效果 对方的后手 怪不得说外国人都比较显老 如果小编不说 估计很多观众都想象不到 方便眼前的瓦德马竟然连30岁都没有 不过却已经有秃顶的现象 看起来就像是四五十岁的老大叔 而且从战术打法上来看 瓦德马都更加偏向成熟 方便一直在有意地控制两人之间的距离 不过也时不时突进打出意想不到的重拳 这也让瓦德马一时间反应不过来 就算你提前一年做针对性训练 真的走上擂台 方便的灵活打法 还是会让你摸不着头脑 又一次后手直拳 对方的确有这种 技打后脑的嫌疑 好 踩警告了 第一位的扫踢 方便的战术打法早就被挑战者们给研究透彻了 不过就算知道方便的弱点 也从来没有人能完美破解 眼前的瓦德马也是一样 一直在找机会想要进入方便的内围 不过他在中远距离的表现实在是太力不从心了 所以方便早就有了防备 只要瓦德马有突进的动作 方便就会立刻加快脚步 拉扯的同时还能做出精准的防守反击 很多观众在方便比赛的时候 让先往我们能总结一下方便的特点 我觉得很难用一句话来总结 方便是用自己的移动方式来为自己的进攻做铺垫 自己的组合拳侧串腿以及接对摔 作为自己的主要的进攻手段 方便的后手拳 向对方彰显自己的战术意图 现在比赛来到第三回合 前两个回合的试探 也让方便摸清楚了对手的底气 这回合开局就直接瞄准了瓦德马的下盘 开始出腿鞭打 能看到瓦德马已经疼得惊出了一身冷汗 不过方便并没有放弃这次机会 因为在休息期间教练已经给方便安排了战术打法 不过瓦德马还挺抗揍的 还试图用相应的打法来还击方便 方便的前摆拳 在多次的比赛中为自己奠定了 超级引力的 也是爱KBF的世界冠军 我们只能说像一个正灯的 一个测身位的正灯水 大钨 比赛进入尾声 此时瓦德玛点数严重落后 不过他并不知道该怎么扩局 所以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招式都紧忙打了出来 一套腿法下去 差点给自己累个半死 但是却没有任何命中 因为方便实在太过于灵活了 根本没有给他任何机会 最终比赛时间也是到了 方便成功地赢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那么你觉得方便的实力怎么样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